各位全国投资朋友大家好 欢迎大家再度收看操盘高手 我是高宪荣 您现在收看的节目是我们在10月21号 跟大家所做的专业台股报告 提供大家最专业的解盘分析 希望对您的操作能够有所帮助 也期待能够跟引力起来 征服国海共创双赢 好台北股市在今天指数的部分 看起来一度又想要反弹 最高涨了79点 但是后继无力 成交量仍然只有1679亿之下 指数攻不上去 反而再度压回 当然也没有跌很深 最多跌个15点之后 收盘翻红小涨14点 以12,877点作收 继续在这里高档震荡 当然今天报纸 斗大的标题写说 现在大盘的融卷 又飙升上最近五个月的新高 八十几万张了 载空行情又要蠢蠢欲动了 是不是有机会呢 哪些个股最近融卷大幅度增加 要来做观察 这个部分我们待会都会跟大家来做 详尽说明 那节目一开始还是先跟大家来报告一下 县荣老师今天给会员朋友操作建立的内容 好 今天第一通指令 10月21号 每天第一步我们说 不是盲目追高杀低 先来观察好今天的盘式结构 再来决定怎么做多 还是怎么做空 那今天9点08分 第一通指令就告诉大家了 美股礼拜二反弹 NASDAQ没有涨很多 37点 不过今天NASDAQ起始早上又继续涨了六十几点 所以国际盘的部分 NASDAQ连叠四天丑 目前暂时稳住了 那台股呢 开高先涨个27点 首盘是个多方量 但是只有145亿 早盘的预估量 仍然只有1600到1700亿方上下 换句话说 今天的攻击量 仍然不足 仍然偏低 那旗指的表现是跟现货差不多的 台积电开高销涨个两块半 那这个盘式整个来看 盐盘大概就是开高之后震荡 上冲下行格局 仍然是个个股各自表现为主 所以今天这种盘上冲下行 这个难度会比较高一点 观察到了10点44分 觉得今天的盘式 开高之后就是一个霞幅震荡 看起来好像很强 那时候指数大概涨六七十点 但是攻击力道又不足 量能不足 这种状况都很容易形成 多空双八盘 你看起来好像要走弱 去空它先拉上去 可能空单先停损 但是你觉得涨上去了 可以追了 可以做多了 又会杀下来 那这种盘 谢榮老师也坦白说 没有能够去找到符合条件 而且有足够获利空间的个股 适合来做操作之下 我们当冲作战就休兵一天 等待看准的目标 再来带大家掌握更多的赚钱机会 当然讲到这里 可能有些投资朋友会说 哎呀谢榮老师今天没有赚钱 那其他投顾老师 每个都是大获全胜 今天又有什么股票 涨停板创新高了 那我要去加入其他投顾老师 如果你是觉得这样想 你觉得加入一个投顾老师 就是要天天带着你赚钱 天天让你大获全胜的话 我可以说你可以去找别人了 为什么 因为其他老师每个都很厉害 每天都在大获全胜 每天都有涨停 每天都在赚钱 可是我问问你 你应该都有去加入过 加入之后呢 到最后真的能够让你天天赚吗 不但没有 反而你会发现 一切都假的 都用骗的 怎么骗我们就不多说了 但县荣老师只会告诉大家 县荣老师这么多年来 成立极品操盘团队 最重要一件事 坚持不说谎不骗人 诚实报告每一笔操作 有赚没赚 我通通都会诚实讲 偶尔可能看错小培 我也都说 对不对 我只求认同县荣老师理念的 缘分到了的时候 来找我们 我们一起来征服股海 共创双赢 所以今天县荣老师坦白说 这种盘开高 量缩辖浮震荡 做空当然容易被扫停损 做多也不容易赚钱 这种状况我们就休兵一天 那同时也是告诉大家 这就是县荣老师做股票的一个理念 包括做当冲也一样 做当冲也不代表说你要天天去冲 也更不是说每天要杀进杀出个几十趟 其实做股票我觉得就像猎鹰一样 千万不要当个苍蝇 什么叫苍蝇 没有自己的想法 没有自己的定见 就是随着盘势在那里追高杀低 而猎鹰会在空中仔细的盘旋 当看准的目标才会俯冲而下 牢牢的抓住 带回老巢去饱餐一顿 对不对 所以你看到猎鹰 他会没事在那边冲来冲去吗 不会他会仔细的观察 好的机会了再来做出手 这也就是一个操盘高手 应该要做的一件事情 看准的目标才来做出手 这样子赚钱才能够长长久久 所以提醒大家 要成为一个当冲的赢家 记得四大要素 第一步当然资金控管先做好 量力而为合理操作 能够承担得起多大风险 就下多大的部位 不要去过度的扩大你的操作部位 第二个要维持高命中率 那所谓的高命中率 一个条件 要建筑在遵守纪律 并且预期风险大于报酬的情况之下 才维持高命中率 也就是很多人的高命中率是 我赚个两三毛就跑 赚个两三毛就跑 没赚的呢 放着凹着等到解套再说 这样命中率当然也会很高 甚至九成甚至当冲天天赚 可是呢没赚的就凹着放着 改放波段 所以不是当冲 到最后我只能说 这样都会让你赚小的赔大的 一受伤就凹在那里 最后满手套牢 所以高命中率 不是说只为了赚两三毛就跑 而是看准的目标 有符合条件 而且有足够获利空间 预期报酬能够大于风险 赚有机会赚大的赔顶多赔小的 赚顶有机会赚多的赔顶多赔少的 这样才来做出手 那有好的机会就出手 没有机会像今天我们就休息 这样才能够维持高命中率 长期下来遵守几率 严控风险 当天进当天出 绝不凹丹 这四大亚数能够做得到 这自然就有机会成为操盘高手 成为最后的赢家了 所以就像这个礼拜 今天我们休息 可是让我们看准机会了 礼拜一10月19号 我们那天原相利多建报当天 你们法人沽第四季营收要拼新高了 我们发现有大户乘机出货 建议大家先卖后买 那一天没有赚很多 176.5177卖 杀下去175.5到176买回 一块价差七张几千块 不无小补入贷为安 那昨天我们操作翼龙店 也是在利多平传之下 发现大户拉高出货 先卖后买 昨天143卖 141.5买回 一块半的价差 八张就一万二了 对不对 二连胜躺起来 这个礼拜三天交易日 两次出手 都能够掌握赚钱机会 甚至像之前上个月 9月21号立基 利多平传大户拉高出货 被我们打到 两块半价差躺起来 9月22号也是建议大家修兵 9月23号操作上尾头 一块半的价差二连胜 9月24号操作稳帽 先卖后买 三块到三块半价差 四张又是一万二到一万四 9月25号操作原相 一口气大赚五块价差 七张很多人那一天 一天就帮自己加薪个三万多 躺起来 对不对 9月28号 当一天盘市 这个看似强势 同样也是亮缩整理 我们就不勉强出手 建议大家修兵一天 等到看准的机会 9月29号操作郁金光 又是五块价差 五连胜 对不对 9月30号 修兵一天 9月10月份 10月5号 可乘利多平传之下 大户在出货 又被我们逮到 182卖 180回补 两块价差 六连胜 六连胜 对不对 10月7号那一天打平 10月8号立即再赚一趟 一块半到两块价差 八连不败 所以你看到这就是 县荣老师怎么样去 带着会员朋友 以稳中求胜的一种态度 先求稳再求胜 有好的机会就来出手 没有好的机会 我们就修兵 对不对 看准的目标 才要精准的出击 这样长期下来 才能够成为市场上的赢家 这四大要素 投资朋友记得要记下来 当然认同县荣老师理念的 想要跟总们看准的目标 再来精准出击的 都欢迎大家跟好我们的脚步 好那接下来的行情 当然这个部分 今天有一个报纸的标题 斗大的写说 台股的龙卷女儿 攀上了五个月的一个高点 嘎空行情又要蓄势待发了 那真的是这样吗 最近的大盘 如果你看龙卷的话 你会觉得这个 大盘的龙卷余额的话 你会觉得真的耶 最近从九月初 那时候龙卷五十几万张 一口气暴增到八十八万张 最近这一个月 龙卷增加了三十几万张 这不就是要嘎空了吗 但是先来研究一下 到底龙卷在放空些什么东西 那这是目前龙卷余额排行榜的前五名 第一名叫做富邦VIX 第二名这个龙卷富邦余额 这个富邦VIX的龙卷余额三十几万张 那第二名呢 接口布兰特原油正二 也有六万多张 第三名联电三万多张 第四名原大的护身正三百正二 两万张左右 原大T50反一也是两万张左右 那其中前三名 也是这一个多月下来 龙卷增加最多的 尤其富邦VIX就占了二十三万张 那联电也有三万张增加 那你说这个部分不就会嘎空吗 各位投资 你要先去搞清楚 ETF为什么很多人跑去放空它 其中当然有些人会说 富邦VIX是什么 是美股的反向型的ETF 所以放空富邦VIX的代表看多美股 其实也不必不尽然是这样 最大的一个原因在于 其实这些ETF你要去了解 你把钱去买它的ETF 那他们拿去操作什么 以富邦VIX来讲 你钱拿给它买富邦VIX之后 那富邦投信会把你的钱拿去操作 这个美股S&P500 VIX的旗值 你以为你买的是股票的时候 他把你的钱拿去买旗值了 那买了旗值之后会出现一个净值 这个基金这个ETF的净值是多少 另外还有一个价位 是你在市场上买卖的价格叫做市价 那市价跟净值之间会有一个折价或是溢价 那现在富邦VIX就是出现了一个 溢价高达8.4%的状况 也就是你看这个地方 00677U 这个富邦VIX 现在的市价4.37 但其实它的净值 它的实际价值只有3块多 这个溢价率高达8% 这时候你就看到了 很多人这时候就跑去融券放空它 为什么不是说看坏它 而是它在这里卖了比较高的一个富邦VIX 可以另外一边跑去买VIX的旗值 这样锁定当中的一个过大的一个溢价之后 等哪一天溢价变小了 合理了 它就把它解掉 富邦VIX空单回补 旗值VIX旗值那边就把它卖掉 对不对 人家是在做这种套利的动作 所以你看到最近这融券暴增80几万张 有30几万张都是富邦VIX 而且增加了20几万张几乎都是它 再来就是布兰特元邮政二 这溢价率也高达6% 也都是在做逃利 那还有一个联电 你说这个股票总该会有嘎空了吧 但是你注意 我说联电其实它的溢价是最大 高达95% 为什么联电也有高达95%的一个溢价呢 其实原因就是之前联电 在六七月份的时候 那时候股价才在多少 15块多16块左右 公司买回库藏股 本来要买20万张 后来买了大概10万张出头之后 股价就已经拉升上去到20几块 所以它在第一档 买了10万张左右的一个库藏股回来 总共在手上10万张的库藏股 那这10万张库藏股 它要拿来做什么 不是把它注销掉 库藏股发行之后 买回之后 有一些会把它注销掉 但是联电它决定把它当作给员工来做认购 当然大部分越高阶的主管 你可以认得越多 那认购价格是多少 16块 其实也是当时它买库藏股的成本左右 问题出在现在联电股价多少 31块多32块 对不对 你用16块认的现在可以卖31 32块将近一倍 各位投资朋友要不要认 当然要认 那认了之后可是又担心 现在股价这么高 会不会因为还没有拿到手 有资格去认 但是还没有拿到这个联电的股票 所以就会有很多可以去认购联电的这些员工 怎么样先去放空联电 所以你看到联电最近这一个月 因为要把库藏股送给 这个不是送 卖给员工用16块卖 人家就先去大局的放空联电 锁定了中间的价差 所以你看到这3万张 不要以为是人家在看坏联电的放空 其实大部分也就是他的员工 在做套利的动作 那这样的状况各位投资朋友 你还认为会有所谓的 嘎空行情叙事待发吗 我只强调不要希望太多 所以这个部分对行情的看法 我没有改变 第四季的部分 台股面临的三大风险 除了进入冬天之后 全球疫情会不会再度扩大 本土疫情会不会防线破工之外 更要其实注意的是 行情的高档往往利多不断 外销接单今天公布又创新高了 对不对 新iPhone的发表也说预购火热 台积电法说释出了四大利多 再来11月3号 美国总统又到大选了 但是会不会就跟今年1月初 指数涨到1.2.197一样 总统大选 美中签署完贸易协议 台积电法说释出乐观讯息之后 我当时都提醒 指数在1万2千多点高档 小心利多出境反手下杀 后来真的一口气 从1.2.197杀到8500下去 现在行情在高档震荡 我只能提醒 最近又是利多不断的时候 提防再度的利多出境 然后反手下跌 因此这种状况之下 各位投资朋友 你要怎么办 我只能提醒 当然钱还是要掌握赚钱机会没有错 但是两个字 风险一定要先摆在最前面 那现在又要把风险先顾好 再来掌握赚钱机会 那最好的操作策略 就是我们的快打当冲作战计划 对不对 我们盘中赚了就走 有赚没赚盘后保持空手 是不是能够帮你把风险降到最低最低 让你轻轻松松掌握赚钱机会 当然还是强调 当冲当然很多人说 可是没时间看盘怎么办 甚至很多人看了半天盘 追高杀低 就赚个两三毛 一赔就满手套牢 我要强调 的确当冲要花更多的一个时间 来观察盘中的脉动 但不是说有看到大丹吉拉 就追乱追高杀低 而是按照我们专业操盘SOP 每天第一步观察好盘式 攻击盘做短多 整理盘做短空 选出符合条件个股 确认转折时果断出手 并且遵守纪律 理性操作 那像今天这种盘 我觉得没有什么好的一个机会 而且上冲下写之下 容易形成多空双八盘 我们就休兵一天 不要去冒险 对不对 但是让我们看准机会了 礼拜一我们就原相 小赚个一块价差七张七千块左右 礼拜二昨天一龙店 一块半的价差 八张一万二左右 稳扎稳打 稳中求生 上次八年不败 很多人就靠了那一波赚了不少 现在我们继续努力 对不对 当然目标还是要像上次原相上个月 利多监报被我们发现大户拉高出货 一口气大赚五块价差进来 七张三万多 一天很多人帮自己加薪个三万多 这就是我们在做当冲 继续在努力的地方 当然再三强调 我不能保证你天天赚钱 但我给你别人没有的四大保证 第一个跟着我做当冲 当天进就是当天带你出 第二个保证 每天最多就两档当冲股 一千多两千档 我找最有把握的一到两档 那没有好的机会我们也休兵 绝对不是盲目的出手 第三个保证 每个会员收到的当冲股 都会是相同股票 第四个最重要 如果节目当中秀的当冲股 跟会员收到不一样 老师赔偿一百万 而且永远退出股市 给大家百分之百的人格诚信保证给你 坚持不说谎不骗人 诚实报告每一笔操作 只求认同县荣老师理念的 缘分到了 欢迎大家一起来征服股海 共创双赢 认同县荣老师理念的 休息时间都欢迎跟我们做联络 第二阶段马上再回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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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赏 运达 转发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 投入APP 货电02-22781-0909 2781-0909 大家好 欢迎回到第二阶段的节目现场 孙子兵法说兵无常事水无常行 能因敌变化而取胜者未知神 股市如战场 我也再三强调 我们做股票股票操作 不能够一成不变的 永远只想要买股票爆波段 买股票爆波段当个死多头 永远买买买买个不停 对不对 但是更重要的是 你要去观察盘式的结构 到底什么时候该买股票爆波段拼大的 什么时候要居高思维 采取稳中求胜的短线操作 当冲作战 稳稳的把获利放进口袋 这就是股票最高的一个这个境界了 但是偏偏难就难在这里 很多人都是行情低档的时候 不敢拼大的 等到涨翻天了 到了高档了 哇报纸一堆的利多 引诱着投资人的时候 才忍不住跳进来买股票 想要做长期投资 想要爆波段 然后一买又买在高档套牢了 怎么办所以我说你真的需要 县荣老师的帮忙吗 对不对 县荣老师当然低档来临的时候 像当时大盘跌到十年线附近 美股是动不动重挫 警惕最悲观的时候 我们告诉大家 技术面上来看 度过了末跌段 脱离底部区 准备进入出生段了 十年线附近七千多点拼大的 对不对 八千多也跟大家预估 行情准备目标上看万点 展开第三波主声段目标满足点10425 跟着我多头火速归队 该拼大的时候 我们是带着这样拼 但是现在能够拼大的吗 我只提醒 指数七月底涨到130 3亿到现在 融资大幅度增加了将近150亿 散户现在拼命买股票 对不对 这两天国泰金控也发表了一篇报告 整个投资意愿想要把存款 想要把现金拿来买股票的 登上了最近五个月的新高 多少人现在都想要买股票 甚至用融资 等于在借钱在买股票的时候 你有没有注意到 外资他在大买一个东西 买元大T50反义 那元大大买T50反义是什么 这是反向型ETF 换句话说 他是在看坏大盘 他必须要先做避险买了超过两万张 各位投资保在这个阶段 你才要买股票拼大的吗 我会提醒这里快打当冲作战计划 盘中满手盘后空手 稳稳的把获利放在口袋里 才是最佳的操作策略 所以我们的快打当冲作战计划 内容是这样 每天早上最多两档当冲股给你 不会给你一堆股票叫你设备标 今天盘市我觉得不适合出手 没有好的标的我们就修兵 对不对 会清楚的告诉你要买要卖 清楚的提供进场价 预测停损获利目标 每年时间看盘老师帮你看 到了价通知你 没到价需要修整 当天带你进 一定当天带你出 就是这样的方式 今天没有好的机会 我们修兵 看准了礼拜一原项利多健报 大户出货 先买后买 一块价差七张小赚几千块 昨天翼龙店同样利多频传 大户拉高出货 昨天143卖 141.5买回 对不对 一块半价差八张一万多 对不对 二连胜继续努力加油当中 当然目标还是像上次操作原项 一口气要大赚五块以上的价差 这个部分帮自己多创造一份收入 多加一份薪水 好好的让家人能够过更好的生活 人生的梦想得以实现 这就是我们要帮助你的目标 想把握的都欢迎指名加入 由我宪荣老师 亲自带领的极品操盘团队 让我们一起来征服股海 共创双赢 本投股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客 也有大证券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纯盛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